我希望你會被POSE這麼久 開始啊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早上不對 早上不是在公司 今天經理要到台中的南屯區 這裡是長遠輪胎 來找阿中老闆來聊天 那今天來到這裡 當然啊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台中這裡的長遠輪胎 長遠輪胎的特色 這裡是底盤金磚 所以這裡的輪胎 還有底盤維修 旅圈改裝呢 價格應該算是台中前三大超級優惠的價錢 所以如果想要找輪胎 找旅圈 找底盤維修 可以來Google一下 或者是說我們等一下會再補充 把那個長遠輪胎的一個連結 或者是連繫的方式打在文章下方 這個在台中南屯區的東興路一段575號 那個牌子很大 575號 好 那今天的這一款 Elantra 是MD款 它的 除了安裝KT的道路版避震器之外呢 還有安裝的是 顧特E 現在最新發表的 F1 A5 215 45 C的規格 那這個輪胎的規格 是17吋普通的一個規格 可是價格落差非常大 那這裡會有一個優惠的價錢 如果有想要 了解這個價錢有多優惠的話 可以來資訊一下阿中老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安裝的車款 現代的Elantra MD 大概13年到16年 17年左右的這一款車 我們上個禮拜六好像也有安裝過一台 就是28分鐘就搞定的那一台 好 這一台Elantra 這個是後來算有小改款的 Black的版本 它的車頂是黑色的 這個是特色版本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一台的原廠避震器好了 好 這台車的前面的 你要拿過來這邊好了 小心喔 鋁圈的話是已經升級了 所以今天要安裝的輪胎的規格 是固特E的F1 A5 抱歉 更正一下是225 457 好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算是一個 脫衣臂扭力量的系統 可是它的行程跟一般的車款不太一樣 它的避震器是做斜的 所以它在比較靠近支點的地方 那當它的避震器的桶芯 行程做的比較短 它的阻尼就做的會比較硬一點點 可是它原廠的還是跟日系車一樣 都是以舒適為導向 所以它的阻尼的話其實不算硬 那它在後方彈簧的裡面內側 會有一個這個緩衝的饅頭 這個的話需要把這顆饅頭把它拆下來 才有辦法放上KT的調整機構 所以這個饅頭的話需要把它拆下來 否則那個彈簧調整出夠 Hilo Key的話放不上去 所以這一個 以這台車以Lentura MD來說的話 這個饅頭記得要把它拿掉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上橡皮的話也不需要 上橡皮的話KT有附個專用的橡皮 所以上橡皮的話是不需要引用的 可是這款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它後方若重行程的強度一定要夠長 我們常常在Lentura MD的色團裡面 背景聲音表示這裡生意超好的 我們常常在色團裡面看到有其他品牌 在拋售二手的Lentura MD的這個 那如果車友們KT的選擇當然是首選 如果要選擇其他品牌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一點 Lentura MD它後面的行程是不是足夠的 就攸關到這台車好不好做 第一個這個的後行程一定要大概10公分左右 第二個後方的彈簧 如果配置大概超過4.5公斤以上 這款車一定不好做一定會不舒適 那KT的話有特別把後方的彈簧行程 拉長到210mm 公斤的話是做4公斤 而且是做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所以後方是這台車的整個設計的重點 其實它原廠的後方的行程也不長 大概10出頭公分而已 它的阻尼其實也軟軟的 這個這樣中間的差異就是它的行程做的 大概10來公分而已 所以它的後方的行程要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過短的話 相信當車子放下來之後 它就會把它行程吃掉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KT有做一個特別的設計 所以可以讓後方的行程來加長 就會更舒適一點點 那前方的設計它是一個賣花扇 所以前面的話它有一個 它原廠也有一個軸扇來做一個上座的設計 那前面賣花扇的話它不只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裡面的話還有一個軸扇 那KT的話不用再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KT的話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腳管下方有離載串 有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的固定點的位置 這些的話都有做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一個裝上去的狀況 在上座這裡它調整的方式 是在這個飾板的下方 在飾板下方 那這個老闆對這個車系 對他們來說也都是駕輕就熟 所以拆裝的速度也很快 等一下就拆好了 來 這個把它拿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BG的上座 可是裝好之後這個是需要裝回去的 所以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稍微往上掀之後 才有辦法來調整 來調整這個阻尼 一樣往順時針的方向 H的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這個是KT腹的上座 那阻尼調整的話 就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介紹一下前面的彈簧 是這邊 對了 這邊好 那邊好 那邊好 閃得過嗎 好 它這個前面的彈簧 前面彈簧我們一樣是選用 200長7公斤大圈徑的彈簧 讓 好 會逆光對不對 OK 它大圈徑的彈簧一樣有一個好處 在彈簧跟彈簧之間線的距離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這條彈簧 它會比直捲彈簧的行程還要多出30%到35% 也就是說它的稱度一樣是7公斤 可是它的舒適度的話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裡有ABS感應線油管固定架 還有離載線的話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單純 前面的車高調整 它是靠這個筒的長短度來做調整 如果我們要車高比較高的話 可以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今天的車高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就是這一台車在整個設計安裝的一個重點 好 剛好這一邊的話有一支還沒有裝上去 來 這個就是KT所做出來的作動行程 它的行程的話大概是有大概接近12公分 大概接近12公分 所以如果要選擇這一台Elantra MD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它後方的行程是不是足夠的 我看過最誇張的 後方的行程大概只有5公分左右而已 那試想看看 如果這個行程只有5公分的話 當車子的重量放下來之後 它就把它的行程整個都壓縮掉了 那當然會不好做 所以第一個 這個後方的行程一定要足夠 好熱鬧 好 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 我會盡量大聲一點 好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 它是設計在上方 在上方 往順時針旋轉的話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那這個小管 這個後方方針 下方是不一樣的結構設計 它是有分左右邊的 這個鐵套比較大顆 這個鐵套比較小顆 大顆的是要靠輪胎這一邊 它有一個專用的設計 會把它的支臂把它框住 不要造成它的螺絲受力太大 所以這個都是專用的設計 這個是上方 這個防塵套也是做專用的規格 密合度的話也特別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啊 把原廠的彈簧中間的饅頭把它拿掉不用 因為KT它的饅頭是設計在這裡的 這裡就有一個緩衝的饅頭 所以可以把原廠的饅頭 大顆那一個饅頭 可以把它拿掉 那這一台車後方的彈簧 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這條彈簧是210場大圈徑4公斤的彈簧 所以這條彈簧在這裡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 就是來靠這一個彈簧上方的調整 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調整機構 記得這台車裝下方的話 它會有問題 所以這一個調整機構 是要裝上方的 那這個就是後方彈簧 它的行程很長 大概12公分左右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安裝的重點就是 我們不能把它後方的彈簧 縮得太短 因為後方的彈簧 一旦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後彈簧 四公斤的彈簧 它會壓縮過多 所以就會後方的乘坐感覺 就會覺得比較邊 比較跳 所以後方的彈簧 大概預載 大概5mm左右 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幅度 那基本上這樣的安裝 加上主門的調校 加上最後一關 輪胎的胎壓 如果都正常的話 相信這台車就會變得很好做 那操控的話也會比 原廠的避震器還要來得好很多很多 側傾的抑制也好 或是坑洞彈跳的處理也好 會比原廠的操控 會來得好很多 那在KT的用料部分 像是在裡面所填充的主寧油 主寧油的好壞 會攸關到避震器的衰退的時間長短 像我們KT的話 所使用的主寧油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筒進口IP的主寧油 那像是攸關到避震器的壽命部分的油風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進口的NOK油風 這個品牌的話 日本的Tim應該也有出啦 像日本的Tim的話 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NOK的油風 所以KT整體的品質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在這裡的話 要去開裝南屯 南屯的長遠輪胎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 針對這些避震器的相關問題的話 都可以到這個店裡面 來詢問阿松老闆 那今天是以上 現代伊倫茶的一個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謝謝大家 掰掰